华尔街日报就有报导啊 说因为啊 俄罗斯现在已经切断 跟北约的联系嘛 那拜登以中国为重点的策略 就有变数哦 这是一个新的变数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说如果是真的 对俄罗斯做出让步的话 欧洲的盟友恐怕就不开心咯 他们也会怕呀 因为他们觉得眼前 距离他们更近的 那个俄罗斯才是威胁啊 北约不是欧洲 我觉得应该要分别 可能华尔街在这个部分里面 没有弄清楚 因为欧盟是欧盟 北约是跨大西洋两岸 所以它是包括欧盟的肉干国家 不要忘了还有包括英国 已经非欧盟的国家 而且还有美国跟加拿大在里面 那基本上来讲 北约是美国主导的 所以当北约跟俄罗斯的关系搞坏 其实等于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坏 所以不是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坏 我觉得这个是华尔街 在这个部分里面的分析 犯了一些错误 因为欧盟跟俄罗斯的关系 你会发觉 尤其是北溪二号线通了以后 那现在俄国它已经跟欧盟说 因为欧洲的这个天然气的价格 能源的价格都在上涨 那俄国已经开始考虑 也就是说如果同意的话 那就不要再经过乌克兰线 直接从北溪二号线里面 那它目前来讲已经 铸器已经开始在铸满了 那铸满了以后那也就是说最后只是说 什么时候开而已 那一旦开了以后 它如果走北溪二号线 不再走乌克兰 那乌克兰就会出问题了 而走乌克兰这条线的南欧 东欧的这些 像波兰等等这些国家 它也会出问题 因为它从 如果俄国不再走乌克兰这边的话 乌克兰的冬天就过不去了 然后如果走乌克兰这条线的欧洲的国家 它也麻烦了 所以他们就变成要更仰赖 北方的就是北溪一号线跟二号线 或是走土耳其的那条南溪线 但是南溪线还没有建成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 欧盟跟俄国的关系事实上是有在缓和 那主要的是因为冬天快来了 有能源的议题 那北约跟俄国的关系在紧张 可是北约一直是美国主导 不是德国法国主导 德国法国在北约能够起的作用事实上是很有限 主要是美国人 大部分是美国人说了算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北约跟俄罗斯的关系很紧张 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很紧张 例如说包括在日本海的对立 也包括这次在黑海美国还特别派出战略轰炸机 还有战斗机 而且还在黑海上空中加油 俄罗斯还派出两架战斗机 然后半飞 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 军事的方式的对视的情况没有减低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办法在俄国这个地方 那么例如说就像华尔街所说的 例如说他给俄罗斯让步了 那因为他只要在俄罗斯这部分一让步 北欧特别是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还有原来靠近俄罗斯的这一些 像乌克兰捷克波兰这些国家 他本身就会进入恐惧的一个阶段 因为他们会非常害怕 那这样的情形他们会认为美国不可靠 他们甚至还可能又转过来修补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美国在欧洲的地盘又撕掉一大半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对美国人来讲 打俄国牌已经是一个 一个左面打也不对 右面打也不对的两面刃的一个牌 但是在传统上欧洲 对于俄国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安全上的威胁原本是大的 因为中国大陆对欧洲根本在地缘政治上 没有任何威胁 所以只有互补而没有威胁 那现在因为是欧盟靠的美国 我现在讲的是欧盟的 已经不是北约了 是因为欧盟依靠美国的保护 所以欧盟在外交政策上要追随美国走 那追随美国走的情形下 那他就被美国牵制住了 所以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情况 本来是好的开始变不好 其实主要还是美国在这个地方 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给欧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那欧盟摆脱不了 最主要还是在于 他的安全依靠美国 那他怕美国撤手 那欧盟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把握 他们可以自我保护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他们在重大的外交政策 他就必须要靠美国的颜色 那这也是欧盟 他们本身处在很难的地位 那人权是假的 因为那是嘴巴用来讲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假的 欧洲的国家也知道那是假的 但是当他跟中国关系搞不好的时候 他要找一个理由 那那个理由就是用人权作为理由 对外交军事上面 这个防御都要靠着这个美国 可是问题是 现在美国真可靠吗 美国现在是在玩两手吗 要说的确你说一方面 要跟俄罗斯交好了吗 但同时也还是拉着乌克兰 你看这是两位美国的官员 一位是美国的副国务卿纽兰 去访问俄罗斯 另外这一位国防部长奥斯汀 我们昨天还讲到他 他在哪 他去访问乌克兰 好 那俄罗斯电视台的网站 有发表一篇文章说 拜登拉拢莫斯科是凸显出 美国已经厌倦 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在陷入冲突 那这个冲突对美国其实是 不服他美国的利益的 所以要玩两手吗 其实亮哥 这个副国务卿可以去访问俄罗斯 也是换来的不是吗 你笑什么 这个坦白讲真正的问题是 是乌克兰自己 问题是乌克兰自己 乌克兰因为他搞不清楚 自己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他是不可能参加北约的 因为欧洲人都知道 这个是底线 这是红线 是不可能同意的 美国也没有赞成 他就一心一意说 我要参加北约 然后也没有想到 他的经济结构 事实上是跟俄罗斯连在一起 因为你乌克兰 你的工业产品 或农业产品在欧洲很难有竞争力 除非你加入欧盟 那欧盟人家也不愿意让你进来 因为你的农业进来 那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 比如说波兰 影响到法国的利益 所以他就有点卡住 就是说他也欧盟进不去 北约进不去 然后可是他以前的整个整体的经济 跟政治军事是跟俄罗斯 一起结构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 欧洲发展的最差的国家之一嘛 对但重点是美国呢 美国在想什么 美国现在是随时可以把你乌克兰丢掉 因为我的重点是俄罗斯 我知道嘛 那我的重点是俄罗斯 我的真正的重心是中国 所以我就跟你讲 真正的就是他的执政党 脑袋发烧嘛 他就一心认为乌克兰可以这样做嘛 然后民族主义高涨 那甚至还有很多是右翼的 那当然也包括他的总统 那他也跟北京那个 本来不是要把那个 飞机引擎卖给中国吗 然后那个交易突然取消嘛 那现在还陷入仲裁官司了 可能要赔30亿美元 赔很多 那坦白讲他做的飞机引擎 在欧洲也卖不出去啊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 跟俄罗斯一起组装成战机嘛 那你的飞机引擎比起欧洲的 你又没有比人家好 那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卡在啊 没有一个经济的板块 这是人家愿意让给你的 然后你的东西又不是 经济的竞争力又不是那么优 然后你又突然之间跟俄罗斯 交恶成这个样子 所以俄罗斯当然在经济 政治军事对你就不客气嘛 所以你就变成两头空 你知道吗 那这个情况当然就美国 就不断的给他信心嘛 就是哎呀你不要担心啊 我会保护你啊 因为最近俄罗斯确实就讲一些话 刺激到他了嘛 他就说你就是第二个阿富汗啦 那这个 这个当然美国就要去安抚他嘛 说不会啦不会啦 你绝对不是阿富汗啦 那当然 奥斯电能够提供他什么 国防部长能提供他什么 就提供给他一些空话啊 什么 北约的大门为你敞开 不然就是打折的军火嘛 了不起就是又卖你打折的军火嘛 不然你能干 还是赚钱这件事 你国防不能 不能去救他什么 他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嘛 那他目前的状况就变成说 他就卡到了 因为欧盟的国家 经济竞争力比他优 然后他现在又因为政治的自我定位 然后跟俄罗斯跟中国都要维持距离 那你这样怎么做呢 是 所以我说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嘛 有一些国家就是把自己卡死的啦 所以你在外面看 事实上坦白说啦 美国事实上有一定程度 已经把它出卖了啦 比如说北溪二号 跟德国已经妥协了嘛 对不对 然后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 美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啦 基本上比如说俄罗斯 俄罗斯的外交 现在大使也都回去了啊 对啊 那克里米亚那个时候 在互相抵制的时候 那个美国跟俄罗斯的那个大使 很多的互动都停止 那现在不是又重新回去了吗 那现在又在谈啊 说是不是要恢复所有的权利啊 那就是说我可以雇用俄罗斯的人嘛 在俄罗斯展开 所有正式的外交活动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不是形同在外交上 已经不顾乌克兰的感受了吗